你可以拿销售额来改就好 改的方法也很简单 一级特别注意 你要加的 因为他每一个 Excel的档案 本身就是一个VBA的专案 所以记得你不能说 我今天就把它写在 写在数学函数的下面这边 你会变成你这样存档 你的VBA会存到别人家里面去的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我今天是这个档案 你叫007 产线人员工之合 那我就记得 我要在这边按右键 插入模组 也就是说我把程式 要写在那一个档案里面 OK 你不要像 因为我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写的东西不见了 你写到另外 我当时我猜我十字八九 你应该是写到别的档案去了 因为你有时候会同时开好几个档案 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 你要写对地方 这个可能注意一下 好 插入模组 这个时候 这个模组才是他的模组 刚刚那个白色区域是别人家的模组 所以你写完虽然可以执行 但是你全部关掉下一次开 除非你两个档都开 他才可以 可以找得到 不然的话 他就会找不到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拿这个模组 里面的销售额来修改 他改的方法 其实就是 co-fund 反正第一个 名称 sub名称改这个 叫产线人员公日之和 这样比较好理解 OK 或者改短一点没关系 然后for i 等于多少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一列 OK 然后判断什么 A 栏 所以Sales i列的A 栏 如果怎么样呢 他的 那个什么呢 开头两个字是 等于什么呢 等于产线这两个字 所以等于产线 我先把那个产线 产线 但问题呢 他这个里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 他一定是产线1 产线2 所以我们还要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前两个字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Sales的外面 包一个列车 L E F T 前刮壶 意思就是说 我要针对这个储存格 帮我抓取 所以斗点2 帮我抓取 他的左边算过来 这两个字就好了 后刮壶一下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会抓前两个字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如果他前两个字是产线的话 那就帮我把什么 把C栏的资料 累加起来 OK 意思是说前面开头两个字是产线的话 所以这个4 这个4 这个4 那就帮我把这个加 这个加 这个一直往下加 加到哪里呢 加到3 没 最后输出到哪里呢 1的 第2 所以1、2就可以了 好 程式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其实很多 程式大部分的结构都一样 因为一定是会有回圈 主要是解决 怎么你那个范围的资料 当然一定就是还会有逻辑判断 好 所以男的部分应该是把逻辑判断写出来 做什么事情 做得加 做完之后做什么 再出出到某一个出春格 OK 所以这应该就多套用以及下巴 反正慢慢很多地方就是如法炮制 然后你就直接直接把它执行一下 OK 结果应该是一样 2、3、8、8、4 这边也2、3、8、8、4 应该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OK 所以这一题完工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再试试看 先做0、1、1好了 这0、1应该也比较简单 这0、1就是什么 苗栗 这边有苗栗 跟宜兰的总数 所以这边的话 苗栗、宜兰 两个 所以也就这边特别重要 如果你用三米符的话 那恐怕你可能要怎么样 做两次 因为你不可能说两个同时 因为你这个范围 然后quatira quatira应该就是苗栗 开头 所以就是这边打个苗栗 开头 有没有 星号 那当然 我们习惯上是 如果货的话 如果这边可以有第二个的话 那是不是说就很好办 所以我就想到说 师傅我可以在这边加个藕 藕 藕 前瓜 虎 然后 苗栗 然后豆典 宜兰 后瓜 虎 可是我试过了 不吃园 因为我们想的 当然是这样 可是问题他们没有这样子 那当然就不行 所以怎么办 如果这个走不通 因为有的时候你常有同学问我的问题 就听得出来说 因为有些同学都会被 就是自己用自己的想法 去想说 他这有没有这个功能 实际上 你 因为这个环境 怎么讲 他的设计 可能跟你想的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有些东西不见得是有 但有时候你这样想 有时候可以通 但有时候不通 所以这怎么办 有时候就试试看 像我也会去试 但试不行 那就只能这一条路走不通了 而告诉你不行 那你就走什么 走可以的路 OK 所以Sumrange就是什么 把这个人工加起来 然后按确定 30个人 但宜兰没有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再把它加在这个后面 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宜兰不就好了 OK 但是这种做法比较适合 就是说还好 那个就是资料不多的情况下 如果加再加再加再加 哇天哪 这太麻烦了 OK 所以这时候如果很多的话 可能不然又写VBA算了 所以有时候复杂的事情 就交给VBA 那简单的事情 用函数来做就OK了 所以有时候取舍了 至少你进可攻退可守 我一直强调 有时候工具就是工具 当然工具里面 不是说你只会一种就可以打遍天下 就什么都OK了 应该是你每个都会 然后你去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的工具 OK 就是适当的东西 用对的工具 这样就会是最好的方案 千万不要什么事情 都用VBA 简单事情反正没关系 你用函数解决就好了 没事 没有那么无聊 一直在喜欢写程式吗 有啦 可是那种毕竟是少数啦 对大部分还是简单的事情 就这样解决 但问题 一样 这一题 请各位一样 把它复制一下 反送键按住 拖拉 请你再把它改成VBA 如果同样的逻辑 请你把它再用VBA写一次 其实也不困难 为什么 因为这个第一个来 记得你不要写错 写错地方了 记得他是他 有没有 所以按右键 你要写VBA 请你在这边 再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这样他才会写到他家里面去 然后你也可以拿刚刚这个来做修改 你是也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刚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三米符 这边不支援偶尔 可是VBA支援 所以在VBA只要写一次就好 在Essal函数就要写两次 至于在VBA怎么做 请各位试试看 你可以把这个看看吧 把它放到这边 画面先还给各位 揣一下 就是007的产线人员用VBA完成之外 然后再开启01试试看苗栗跟宜兰的总人数 并且想想看 如果我要再用VBA来撰写 那当然你可以套用范本 不过特别之后 范本是基本的 其他的话就慢慢再加上去 如果你可以透过范本 然后做一些适当的修改 其实很多的事情也可以很快就处理完毕了 OK 试一下